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江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9次课 国际化 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它其实就是国际化的这个多语言的支持 因为我们在开发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去访问它 为了能让这个大家去就是说 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能看到不同的语言 然后所以说有了这个国际化多语言的支持 然后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主要介绍两个 一个就是国际化的概念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江狗中如何对语言实施这个多语言的支持 首先国际化我们刚才介绍了 就是为能为各个不同的用户 以他们最熟悉的语言和格式来显示这个网页 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 不能说它只会,比如说这个英文的国家 它当然就喜欢看到英文呢 然后我们这个中国就当然希望看到这个简起的中文 当然台湾跟香港的话 他们希望看到这个繁起的这个中文 然后在江狗国际化 它本身是完全国际化了的 它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所有的自乎串均于翻译所需而被标记 并且设定了与地义无关的这个显示控制 江狗呢,它是带着这个50多个不同本地化文件来发行的具体 就是在这个Jungle Core,Loco里面我们可以查询 就是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要使用它内置支持的这个语言形式 而不是说自创一个语言的格式 它是不支持的 这些本地化文件所使用的国际化框架 同样也可以被用在这个代码和模板中 我们只需要添加少量的这个外接的代码 到这个模板和代码中 这些这个挂接的代码被称为翻译字无串 它就告诉江狗 如果这段文本的译文可用的话 它应该被翻译为终端用户指定的语言 另外呢,江狗它会根据用户语言的偏好 在线的运用这些挂接指定去翻译这个外部应用的程序 如何实施呢 它分三个步骤 就是在代码和模板中嵌入这个带翻译的字无串 把那些字无串翻译成我们要支持的这个语言 就是在setting中激活本地的中间键 那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项目实际来看 怎么去实施 首先呢 我们就是最好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它一个简单的去返回一个网页 网页里边 网页里边的话 它就返回了一个我们只是为了那个测试 返回了一个test的这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model 一个article 它里边就一个字段title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如何实施国际化 我们首先去设置它的这个setting 设置它的setting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设置它一个local 这个middleware这个中间键 它要放在这个session的middleware中间键下面 因为它要用的这个session数据 jungle jungle middleware local local middleware ok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里边内置的就默认的这个language code是en就是english 英文的国家 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指定 就是说它找不到当地 当地要显示的这个对应语言 比如说是中文 我们没有指定这个中文的翻译文本 它就默认的显示这个英文 它只是一个默认的字段 就是说你设置了也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的话 它会根据当地的这 就是访问的网页的来源来判断 这个language code只是提供一个默认的这个选择 然后呢 这个use i18n 其实这个就是international的一个简写 这个因为international它有18个字符 所以说它就是18的这个简写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在模板里边使用这个i18n 在这里边进行添加 在这里边进行添加 将go template context 这个processor i18n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指定这个翻译文件所在的目录 我们就是说要指定翻译文件所在目录的话 我们又需要新建一个localcale 注意这个不要拼错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指定一个locate path localcale 然后呢 我们指定这个language 就是指定我们这个地方要使用的语言 language language 类似书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english 然后呢 描述nglsh 有这个简体的中文 cn forno simple inese 比如说还有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指定繁体的中文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我本机的话访问它肯定是中文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仅指定英文和中文简体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翻译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test 我们如何把这个test显示为中文呢 比如说就显示为中文的测试 如果我们这访问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 它就我们运行 已经运行 然后它就显示的是test 然后我希望这个变量显示为测试 显示为我访问的这个网页本地的语言 就是中文的测试 我们去怎么去修改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python内置的这个gettext 来指定翻译一个字幕串 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去引入它 我们这个地方为了节省时间呢 用这个下滑线来去指定它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标明它是需要这个去翻译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标 就是这个网页里边也需要再入i18n load i18n ok 然后这个地方我需要去用这个标签去指定它是需要翻译的 我们这个txt txt 这个标签 然后里边是个变量 我们test这个变量 当然呢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创建这个语言文件的 怎么创建呢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根目录下 看是不是根目录对 单狗的面 然后一个make message ags 刚l 指定 cn 指定我们的这个文件 ok 然后这儿就 这儿就看就产生了这个 cn这个language message 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它就有一个message id 有个message str 就是说 就生成id呢就是我们指定的要翻译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去翻译它为测试 这个时候呢还要对这个message文件进行编译 让它形成二进制的文件 manage manage 然后compile pile message ags ok 我们就看到它就会形成一个mo的这个二进制的这个文件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去刷新一下 你看它就显示了为测试 比如说我们还想在这边显示就是翻译的字符 然后一样的我们这个里边就可以用这个trans 比如说我显示这个当当当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这个make生成这个信息文件 然后呢我这个地方比如就显示当当当 然后再编译 看我们这个来刷新一下 就看到测试当当当 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来针对junko里边的model来显示这个多语言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之前做过这个model form 就是我们可以新建一个model form forms 我们比如说这里边添加了一个article form 它的model是article 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要显示一个form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要显示一个form 这个method 然后呢 这个地方去显示一个form 然后呢 这个地方去显示 form 然后呢 name OK Value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让它能够去 trance trance 我显示一个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显示写这个势图函数 def add qest 然后 if request method 这个get 我们就return request request add article tml 然后呢 给它一个表单 我们把引入进来 from forms importarticleform else else 就返回一个response response response 我们这个地方显示一个 ok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把这个model 比如说这个title title在form model 他要这个渲染为一个label 这个地方 同样要引入这个 这个gettext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引入的他这个form 把这个烤过来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再引入这个 you gettext 而是引入这个lazy as 这个什么意思呢 lazy gettextlazy 就是说等到他使用的时候才会去翻译 而不是像这个gettext去直接翻译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一般使用gettextlazy 这样的话会更高效一些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修改它 然后呢 说去 you title 我们这个地方去去make messages 看一下 这个地方title 比如说就是标题 然后这个ok就翻译为好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来打开 添加上这个url url add 这个去load i 18n ok ok 我们这个地方再去刷新一下 看到这个title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compile ok compile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它就显示了这个标题更好的 然后呢 我们随便去要一下 它也会显示一个好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ok呢 和这个地方的ok 它其实是共享了一个message id的 这样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一课我们就主要学习了jungle的国际化 是怎样 实施这个多语言的一个支持的 大家下去的话 可以去增加其他的一些练习 这个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好 好